混沌剑神 第3872章 网生动的气息 当五重残影箱叠加在一起 顿时令他这一剑的威力达到了一种新的巅峰 蕴含在里面的恐怖力量及滔天威势 令那名修为已经真至先帝近八重天的老者都骇然失色 哄 剑神这一剑重重地砸在高大的石碑上 发出一声撤响天际的轰鸣声 当随之传来的恐怖能量风暴卷席开来时 静时令的那名先帝八重天的老者都是不断地后退 双脚在地上划出了两道长长的痕迹 这 这真是一位先帝近中期该有的实力吗 那名老者惊骇欲绝 心中掀起了惊涛骇浪 这实在是太令人难以置信了 以他先帝近八重天的实力 竟然连这股能量余波都抵挡不住 被推得向后退了数百米远 疯狂肆虐的能量风暴缓缓消散 只见剑尘手持利天剑站在石碑面前 脸上情不自禁地流露出灿烂的笑容 这百重叠剑的威力果然恐怖 我仅仅掌握了第五重就已有如此威力 若是百重摩天剑遵说得不错 这百重叠剑的强大之处已经在悬剑气之上了 剑尘心中暗道 他实在是想象不出究竟是何人才能开创出如此厉害的秘书 因为百重叠剑叠加的威力可不仅仅是修为 同时还有法则强度以及手中的冰刃威力 五重叠加他的混沌之力增强了五倍 历天剑的威力增强了五倍 就连剑道法则同样也增强了五倍 当然剑道法则的层次没有丝毫变化 可威力却提升了一个大台阶 紫颖清索 你们觉得这百重叠剑如何 剑尘心情愉悦 然而 紫青剑灵却陷入了长时间的沉默 半天都没有声音传出 主人此法极其不俗 已经堪称逆天之物 其来头怕是超乎想象 许久之后 剑尘才等来了太初气灵的声音 透着一股难掩的凝重和惊艳 太初气灵的声音顿时让剑尘神色一正 极其不俗 堪称逆天 来头超乎想象 这样的话 哪怕是从摩天剑尊口中传出 都不会让剑尘这般震惊 可给出这样高评价的 乃是太初神殿的气灵 一个昔日跟随过太尊 经历了那风起云涌的时代 见惯了大风大浪 甚至都存在了不止一个纪元的太初气灵 主人 太初气灵说得不错 此法之玄妙 的确超乎想象 他已经超出了我对世间一切束法的认知 这时候 子清剑灵的声音才缓缓传出 同样透着凝重 作为昔日跟随过太尊的强大剑灵 他们无论是剑士还是眼力 都不是剑尘所能比拟的 因为这百重叠剑的叠加之法 不仅对仙尊敬有效 恐怕就算是 作用在太尊身上 也依旧有效 子清剑灵此话一出 剑尘的心脏顿时猛烈一抽 这一刻 他的呼吸似乎凝固 整个人都呆愣在当场 百重叠加 对太尊也有效 那岂不是说 若是太尊掌握此法 同样能如摩天剑尊那般 从而使得自己的攻击进行叠加 太尊之间的强弱之分 主要是看掌握的大道类型 以及数量 掌握的大道越多 实力自然也越强 若是见到太尊掌握此法 那岂不是能够仅凭剑道法则 便做到真正的无敌于世间 这一刻 剑尘是真的被惊住了 世间的一切法 都有严格的等级上限 例如 他在下界得到的夺天造化功 也只对低境界 无辙有效 随着实力的不断提升 夺天造化功的作用 也会随之减弱 直至彻底无效 而先圣两界的一切功法与战技 一切神器 以及神丹皆是如此 下品神器对应先君 在先帝手中威力大减 若是在先尊手中 那就如一团烂泥 一捏就碎 神级战技也有高低之分 每个等级对应相应的实力 低级的神级战技 对高境界先人毫无作用 若是真治太尊那种境界 那世间一切法 对他们来说都形同虚舍 因为哪怕是最顶级的神通 那也是与他们同境界的存在 开创出来的 若是去漏检 同阶存在开创神通 先不说与自身是否契合 纵然是与自身所感悟的法则 相匹配 也难以使他们的战力 产生太大的提升 结果百重叠剑 竟然能给太尊 也带来如此巨大的实力提升 这的确很不可思议 就在这时 在剑尘面前那巨大的石碑上 有一块巴掌大小的圆形玉碟 突兀地掉落了出来 直挺挺地摔落在剑尘的脚边 剑尘目光盯着脚边的圆形玉碟 闪烁着莫名的神采 他在石碑面前哭作多年 石碑上的每一个细节 他都了如指掌 上面根本就没有此物 结果 这玉碟就这么突兀地冒出 下一刻 他缓缓地弯下了腰 将掉在地上的玉碟抓在手中 这玉碟看上去普普通通 没有丝毫珠光宝气 同样没有半点能量波动 就犹如一件凡物似的 属于那种扔在杂物堆里 都不会引人关注的类型 然而当剑尘的手 一触摸到玉碟时 他心神顿时一震 一股旋又旋的感觉 出现在心间 此物 此物就是摩天剑尊 当年在机缘巧合之下 所获得的百虫碟剑 剑尘双目大放光芒 从这平平无奇的玉碟内 他敏锐地感应到 一股与百虫碟剑 极其相似的玄傲气息 短暂迟疑后 剑尘的神识 便猛地探入了其中 开始去窥视 记载在里面的至高奥秘 可是很快 剑尘便再次愣住了 脸上露出极尽错愕之色 在这不起眼的玉碟内 他感受到了一缕既熟悉 又陌生的独特气息 这一缕气息的出现 让剑尘情不自禁地回忆起 当年自己出道仙界时 从太皇天一路跋涉 赶往宫庆天界的情景 当年 他曾短暂地在网生洞外 有过停留 特别是在网生洞外面时 他心底墨由来地 生出的那一股股 连他自己都弄不明白的情绪 至今都让他记忆犹新 无法忘怀 而在这玉佩内 剑尘赫然发现了一缕 独属于网生洞的特殊气息 难道这玉碟 是来自于网生洞 剑尘心中 不禁生出了这样的念头 道友 老朽心中实在好奇 不知摩天剑尊当年留在这面石碑上的九大秘剑 是叫什么名字 不知小友能否满足 满足老朽的这颗好奇心 一道声音打断了剑尘的思绪 只见唯一还停留在这里的那名先帝近八重天老者 来到剑尘身前 语气诚恳地问道 而他看向剑尘的目光中 仍然带着一抹心有余悸的色彩 似乎被剑尘之前施展的五重叠剑给惊艳到了 混沌剑尘第3873章 来历不凡 剑尘目光看向这名老者 嘴角露出一抹淡淡的笑容 道 你若是能悟透 那自然知晓 这是九大秘剑中的哪一种 若是不能悟透 那就算知道了这些 又能如何 老朽只是单纯地好奇 道友就不能小小地满足一下老朽吗 那名老者苦笑道 老者的神态祥和 态度友善 所以对于他那不死心的追问 剑尘也并没有表现出丝毫的不耐 他轻轻地摇了摇头 不再言语 而是将注意力落在手中的古朴御蝶上 摩天剑尘的执念 可并没有提到 关于这块御蝶的任何消息 剑尘手指在御蝶上轻轻摩擦着 脑中细细回想着 摩天剑尘所说的每一句话 不过每当想到 此御蝶是来自往生动时 剑尘的心绪都难以宁静 因为对于仙界来说 网生洞就是一个充满神奇的地方 一个曾经吞噬过太尊 连太尊都无法研究透彻 并且又不敢轻易涉足的特殊之地 自古以来 所有记载的信息中 就只有道威成庆一人 进入网生洞后 又活着出来的人 并且 他从网生洞内带出之物 号称是 改变了整个仙界的格局和命脉 万民书 创造了道威法天这样的太尊 使得原本是十二天庭之一的道威家族 一下子脱颖而出 成为了至高无上 受万人敬仰的至尊家族 一位太尊的诞生 的确会对整个仙界造成巨大的影响 而天下笔 也造就了大明天宫长公主 方静这样的绝世强者 手持天下笔 便大败胜受一族四大无上老祖 纵然那四大老祖 皆是手持至尊神器 每一人的实力都丝毫不弱于天地 可依旧被方静打得灰头土脸 而这二人之所以有如此卓越的成就 都是依仗那两剑来自往生洞之物 而此时此刻 剑尘手中也有一剑来自往生洞内的神秘玉碟 这让他如何不振奋 主人 你如何确定 这御蝶是来自于往生洞 从剑尘那里得知 这御蝶来历的紫青剑灵 则是满脸诧异的问道 这御蝶内有一股独属于往生洞的特殊气息 紫影 青锁 难道你们没有感觉到吗 剑尘的心情显得十分愉悦 文言 紫青剑灵开始仔细感应 可最终纷纷摇头 并没有发现剑尘所说的往生洞的气息 到后来 就连太初气灵和生命之源也参与了进来 结果 他们和紫青剑灵一样 除了看出这御蝶的材质不凡之外 便没有任何多余的发现 这御蝶内 的确有一丝来自于往生洞的气息 这一点不会错 我当初近距离靠近过往生洞 对那股气息非常熟悉 难道身为气灵 所以你们感受不到 剑尘心中迷糊 玉蝶是否来自于往生洞 这一点十分重要 如果不是来自于往生洞 那说明 这玉蝶尽管不俗 可也终究有限 可如果真的是出自于往生洞 那它的品格 将会无限提高 受到天下笔和万民书的影响 在当今仙界所有仙人的心目中 任何物品 只要贴上了往生洞的标签 那都将被奉为无上神物 要不要找靠近过往生洞的仙人去佐证一下 剑尘打起了太初神殿内那些仙君 以及仙帝的主意 这些人中 必然有不少曾经去过往生洞那片区域 对往生洞的气息 应该非常熟悉 但想了想 还是被他放弃了 虽说那些人一直留在太初神殿 可以保证 消息不会外传 可此物 如果真的是 来自于往生洞 那就绝不能让第二个人知道 如今的剑尘 早已不是无下阿蒙 他深刻地明白 从往生洞内流传出的东西 在仙界 究竟有何等的宝贵 但凡泄露一丝 都会引发极其可怕的后果 因为在这种层次的 无上神秘面前 哪怕是那些淡泊名利 与世无争的巅峰强者 都会难以抵挡其巨大的诱惑 而动俗心 并且这诱惑之强 甚至还在紫青双剑之上 因为紫青双剑 何必会遭受巨大的反噬 不可轻易动用 它的存在 更多的是一种震慑 而往生洞内流传出的神物 起码有万民书 和天下笔的例子 反而更加地可靠 没有那么多的限制与隐患 剑尘知道御蝶的珍贵 他不敢有丝毫大意 立即将御蝶放入了太初神殿中 并特意嘱咐 太初气灵严加看管 摩天剑内的时间短暂 而宝贵 既然已经初步掌握了百重叠剑 剑尘准备将剩下的时间 拿去完成摩天剑尊的遗嘱 至于那记录了百重叠剑 疑是来自往生洞的神秘御蝶 剑尘准备等离开摩天剑后 再去仔细钻研 剑尘离开了枯作了十八年之久的地方 就唯独那名先帝近八重天的老者 还逗留在此地 他目光在剑尘的背影 以及记载了九大秘剑之一的石碑上 来回徘徊 露出犹豫不决之色 他同样看见了剑尘手中的神秘御蝶 只是御蝶表面看起来平平无奇 没有一丝一毫的宝光 因此老者也不知其来历 不过此刻 他满腹心思都在九大秘剑上 那看起来没有丝毫奇异之处的御蝶 反而不怎么让他关注 走还是不走 可眼前这秘剑的威力 强得令人害怕 先帝近中期将其掌握 爆发出的威势都能令我感到惊激 我如果也学会了 那岂不是都能在先帝中称王了 就算是一些真挚九中天的厉害人物 都不见得是老夫的对手 罢了 摩天界的其他资源不要了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 老朽就在这里哪也不去 不掌握此法绝不罢休 直至摩天界关闭 经过短暂的犹豫 这名老者最终一咬牙 舌身而返 重新走到石碑面前 盘膝而坐 已经下定决心耗在这里 不过这一次 他刚开始感悟不久 那威碧的双目就缓缓睁开 眼中带着极许迷惑之色 喃喃道 奇怪 怎么感觉现在的难度 和之前比起来 要简单了不少 那种感觉 就仿佛是忽然间 缺失了某种神秘力量的阻挡 原本困难重重 完全摸不着头绪 可现在却是有迹可循 混沌剑神 第3874章 第二个要员 剑成继续在摩天界内 漫无目的地犹豫着 他的速度非常快 只是几个步子踏出 便已经是千里之外 百虫叠剑共有百种 而我目前仅仅掌握了五虫 以五虫叠剑的威力 威胁先帝境后期绰绰有余 至于威胁先尊 恐怕还差一些火候 在前行的路上 剑成脑中仔细回味着 五虫叠剑的威力 很快就有一个大致的定位 他想起了当初 与七阳老祖战斗的那一幕 当年在遇见灵果的洞穴外 他曾短暂地阻挡过七阳老祖 面对修为真挚 先尊敬二重天的强者 他也只能依仗 生命之源的恢复力去支撑 在不动用无影夺命剑的情况下 纵使他拼尽全力 也无法伤到七阳老祖 一分一毫 因为他终究是先帝境中期 与一位先尊敬二重天之间的 差距之大 纵然是混沌之体 加上上品神器 也无法弥补 而如今 他虽然掌握了五重叠剑 能够使得他的战力提升五倍 但这种提升 也仅限于寻常攻击 还无法做到 让无影夺命剑的伤害 也提升五倍的程度 不仅是无影夺命剑 玄剑器同样无法做到五倍提升 所以 就目前而言 五重叠剑 并没有给剑尘的实力 带来太大的提升 五重叠剑 实际上也算是一种秘术 所以 秘术不能作用于秘术上 不过他的提升空间十分巨大 若是我感悟到七八 重叠剑的程度 那他 应该就能与无影夺命剑比肩了 若是我能感悟到 十重叠剑的境地 那么其威力 必然超过无影夺命剑 而十重 也仅仅是百重叠剑 全部威力的十分之一而已 剑尘心中期待 已经打定主意等离开摩天界后 一定要苦心参悟百重叠剑 务必在最短的时间内 将百重叠剑领悟到十重以上 就在这时 剑尘施展灵气未眼查看四周时 他似乎察觉到了什么 其身躯 一个短暂的停顿后 当即改变了方位 飞速而去 数个呼吸后 剑尘已经来到了万里之外 在他面前 有一片璀璨的霞光升腾而起 四周天地间的灵气 正源源不断地朝着此处 汇集而来 这赫然是由仙界一方大势力 开辟出的药元 药元被一层强大的阵法守护 阵法运转之下 飞快地汇集这片天地的灵气 使得摩天界纵使灵气大幅减弱 但药元内依旧使灵气充沛 已经化作浓浓白雾 时不时就有淋雨飘落 透过那浓厚的灵雾 可以隐约间看见 一株株天才地宝 在里面轻轻地摇曳 散发出璀璨的霞光 站在药元跟前 剑尘目光透过阵法 遥望着培育在里面的 一株株天才地宝 脑中不由地想起了 摩天剑尊最后的嘱咐 那便是清扫开垦在 摩天界内的所有药元 这些药元 在毫无底线地 吞噬摩天界的灵气 换作摩天剑尊完成 与天心宫的那个约定之前 以摩天界那充沛的灵气 自然能够支撑下去 可现在 整个摩天界的灵气 都大幅减弱 若是继续任由 这些药元存在下去 那摩天界维持不了多少年 就会走向灭亡 仙云塔 剑尘目光一台 在药元上空石杖之处 发现了一个 漂浮在半空中的石碑 上面龙飞凤舞地 雕刻着三个大字 对于仙云塔 剑尘有所耳闻 这是一个顶尖大势力的名称 据说拥有 仙尊晋武重天坐镇 此次进入摩天界的仙人之中 就有仙云塔的强者 不过对方 只是一位 先帝晋初期的太上长老 因此 剑尘并未过多关注 千魂摩尊 出来干活了 剑尘不假思索地 便将太初神殿内的 千魂摩尊叫了出来 这些年 千魂摩尊一直在太初神殿内 恢复自身 当初他吞了一位 仙尊敬三重天强者的原神 如今也被他吸收了大半之多 因此 当剑尘再次见到千魂摩尊时 他明显地感觉 千魂摩尊的气息 变得浑厚了许多 节节节节 宗主 不知又有什么能为你效劳的 千魂摩尊站在剑尘身边 语气间竟然十分罕见地 带着一丝尊敬之色 在这些年里 他似乎想明白了很多事 转而对待剑尘的态度 也在悄然间发生着改变 似乎在无形之间 他已经将自己的身份和地位 主动地摆在了剑尘下方 催动是灵卢 给我抽干这个阵法的灵器 剑尘拿出是灵卢 递给千魂摩尊 这件上品神器 也只有在千魂摩尊 这样的仙尊敬强者手中 方才能展现出其全部威力 千魂摩尊黑黑一笑 没有半句废话 从剑尘手中接过士灵卢 就开始催动起来 随着士灵卢的威力展现 恐怖的犀利将眼前的阵法笼罩 开始飞快地剥离阵法的能量 剑尘也施展摩天剑尊传授的秘书 顷刻间 他让弱化身为这片天地的主宰 开始掌控这片区域的灵器 在他的控制之下 方圆数千里范围内的灵器 在快速地消失 就如同被一股无形的力量 给排挤了出去 很快 方圆数千里范围 就仿佛化作了一个真空 没有丝毫灵器存在 同时也杜绝了 耀元的守护阵法 从天地间吸纳灵器的功能 摩天剑尊传授给剑尘的秘书 可不仅仅是汇集灵器 同样也能剥离灵器 咦? 宗主 这手段厉害啊 千魂魔尊眼睛一亮 忍不住地发出惊叹之声 药元的守护阵法 都需能量来维持 如今剑尘抽离了 这方区域的灵器 那简直是釜底抽薪 此时 灵器的缺失 似乎也触动了大阵的保护机制 大阵的运转速度 开始飞速攀升 一些潜藏起来的功能 也被激活 开始以更恐怖的速度 吸纳更远处的灵器 直接是将数千里之外 甚至是万里之外的灵器 都给强行拉扯了过来 见此 剑尘冷冷一笑 这里可是摩天剑 由摩天剑尊亲自开辟出的天地 眼前这大阵 尽管等阶颇高 但在掠夺灵器上面 又岂能快得过这里的主人 接下来 剑尘以秘法操控灵器 将这片天地的灵器 牢牢地固定在最外围区域 哪怕大阵运转时的吸力 再如何地猛烈 但在摩天剑尊的秘书面前 依旧是远远不够 姐姐姐姐 虽说我们有士灵卢 也不怕这座阵法吸纳灵器 补足自身 因为它再怎么吸 也快不过士灵卢 可如果能让它一丁点也吸不到的话 那破阵的速度将会增加不少 千魂摩尊孝道 混沌剑尘第3875章 轮回果 接下来 剑尘和千魂摩尊分工合作 由千魂摩尊单独催动式灵卢 而剑尘则负责责 则负责控制摩天剑内的灵器 不让大阵进行补充 不过摩天剑尊传授给剑尘的秘书 也只是能操控摩天剑内的灵器而已 至于那些属于大阵本身的灵器 剑尘就没办法进行控制 好在千魂摩尊的实力恢复了不少 因此 这一次 由他一人催动式灵卢 吸纳灵器的速度 与上次他与剑尘二人 共同催动式相比 实际上也慢不了多少 在这片属于仙云塔的药源上空 磅礴的灵器被强行剥离了出来 最终汇集成一根犹如实质般的灵器光柱 被使灵卢丝毫不漏地 全部吸入了其中 体积不大的是灵卢 此刻就仿佛是一个无底洞似的 无论吞噬了多少灵器 都始终无法将它填满 而在其内部 浩瀚而磅礴的精纯灵器 在源源不断地汇集之下 最终被凝结成了一颗颗 无比纯净的能量晶石 但这些能量晶石内所蕴含的灵器 实际上也仅仅是 灵卢所吸纳灵器的一小部分而已 再使灵卢疯狂地吞噬了十余天时间 眼前这座大阵的能量 才终于消耗殆尽 随着阵法不攻自破 被重重保护在里面的众多天才地宝 清晰地呈现在剑尘眼前 唾手可得 剑尘目光大致扫了眼 这一批天才地宝 总共有数百株 种类繁多 其中一半为神级下品 另一半为神级中品 至于神级上品品质的天才地宝 则只有区区十几株 这是病地连 神级上品品质的病地连 其价值可要比其他种类的天才地宝 要珍贵许多 剑尘身影一闪 瞬间出现在药园最中心的位置 小心翼翼地将生前的病的连挖了出来 这一株病地连 它没有进行采摘 而是连同根筋 以及周围的一大块泥土全部拔起 完好无损地移植到太初神殿内 如此一来 病地连也具备再次晋级的可能 接下来 剑尘如法炮制 又移植了上百株天才地宝 到太初神殿中 这些天才地宝 都是拥有巨大的成长空间 未来潜力巨大 若是培养得到 都会向着更高的等阶晋升 余下的一些 在剑尘看来 没有继续培养价值的天才地宝 则被他摘采了下来 用玉盒给保存起来 不多时 这片属于仙云塔的药园 就被剑尘洗劫一空 不过 仙云塔的药园仅仅是一个开启 为了完成摩天剑尊的主妇 拔出这些源源不断汲取摩天界灵气的毒瘤 剑尘已经做好了清扫整个摩天界的心思 虽说这样一来会得罪很多势力 但是与收获相比 冒这个险也是值得 剑尘心中暗道 拔除这些药园 不仅能完成摩天剑尊的主妇 延长摩天界的寿命 同时还能让自己收获颇丰 充实资源储备 这何乐而不为呢 千魂摩尊已经重新回到了太初神殿中 剑尘独自一人继续在摩天界搜寻 不过现在 他的目标已经发生了变化 开始专门搜寻各大势力开辟的药园 尝到了甜头之后 剑尘的胃口也在不知不觉间变大了 偶然间在沿途中遇见的一株两株神级天才地宝 他甚至都懒得停下步伐去刻意摘彩 明显是不想浪费这个时间 毕竟寻到一个药园 那往往就是数百株 数千株 甚至是更多的天才地宝 并且等级都很高 几乎每个药园或多或少 都有一些神级上品品质的天才地宝 一番对比下 图中意外发现的 一株两株神级下品天才地宝 剑尘自然是看都懒得看一眼 就在这时 剑尘忽然神色一动 他施展灵气违眼之术 探查周围环境 在数万里之外 敏锐地察觉到 三股仙尊静的气息 正飞速逼近 正呈两追一逃的姿态 飞速移动 好巧不巧 他们三人前进的方向 恰好与剑尘相遇 仅仅数个呼吸后 三道身影便出现在剑尘视线中 在前方逃窜的那名仙尊 是一位二重天强者 此刻浑身浴血 身上布满了纵横交错的凝蒸伤口 身上伤势极重 后方追击的二人 则是一名二重天 一名一重天 这三人剑尘都眼熟 前方逃窜的那名仙尊 和卧瓶真人走在一起 当初在摩天界外 卧瓶真人拉拢谈与仙尊时 前者便已经和卧瓶真人 形成一个小阵营了 周云庄交出三世轮回拱 以你目前的状态 是绝对保不住此物的 若是再执迷不悟 小心你连摩天剑都走不出去 这时 一道大鹤声传来 只见在后方追击的那名仙尊敬二重天 发出怒吼 随着话音 握在他手中的一柄上品神剑 绽放出耀眼的光芒 挥出一道绚丽的剑气 追上了前方逃窜的周云庄 在其胸口上留下一个碗口大小的透明窟窿 周云庄身躯一个亮呛 险些跌倒在地 口中鲜血吐个不停 他受伤极重 目前这状态 连一位仙尊敬一重天都抵挡不了 更何况 还是一位掌握剑道法则的二重天强者 受此耽误 周云庄速度大减 双方距离一下子缩短了不少 而此时 周云庄也发现了前方的剑尘 他不假思索地 就从空间戒指里 拿出一个精致的玉盒 扔向剑尘 道 快 拿着三十轮回果离开这里 老夫负责引开他们 玉盒直接砸在了剑尘的胸口上 然后又顺势滚落到剑尘的双手中 这种情况下 哪怕是剑尘不想去接玉盒 也不行了 赶快逃啊 你还愣在那里做什么 周云庄见剑尘还处在原地发愣 不由地发出怒吼声 哈哈 我们都看见了 周云庄 你将三十轮回果交到一名先帝手中 是生怕我们得不到此物吗 后方追击的仙尊哈哈大笑 从周云庄手中夺取三十轮回果 或许还需要耗费一番力气 可若是从一名先帝手中取走此物 那简直就是探囊取物 不费吹灰之力 周云庄看向剑尘的目光中 带着几分冷意 他一句话不说 转身就继续朝着远处挤齿而去 小兄弟 将装有三十轮回果的玉盒 交给我们吧 两名先尊 没有继续追周云庄 而是来到剑尘面前 皮笑若不笑地望着他 你们上当了 剑尘脸上表情没有任何变化 他一下子将手中的玉盒打开 里面空无一物 根本没有三十轮回果的影子 该死 周云庄 竟然跟我们玩这种把戏 见此 对面两名先尊纷纷恼怒 幸好眼前这名先帝没有逃走 否则 等他们追到这名先帝时 周云庄早已逃出了他们的感知范围 你这可恶小辈 竟然耽误我们时间 险些坏了我们大事 那名先尊敬二重天一声咒骂 直接一脚踢在剑尘肚子上 然后看也不看剑尘一眼 立即朝着周云庄追去 剑尘并未抵挡 他整个身躯都被踢飞了数百米远 才摔倒在地 然后若无其事地从地上站了起来 目光望着那名先尊离去的方向 眼神瞬间变得冰冷起来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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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